我們這個系列叫做斷捨離 斷捨離其實是這一陣子一個很流行的詞彙 就是說人有很多時候將我們的安全感 將我們的自我價值和滿足 我們不小心地 不經不覺地擺在我們擁有多少東西身上 我們會看我們的銀行戶口 其實那個潔魚有多少 打開的時候會不會有一片光芒射向我們 我們會看看我們今天開的是什麼車 是不是最新款是賓士法拉里還是保馬 我們會看我們究竟去哪裡度假 究竟金奇興滑雪還是坐郵輪 如果坐郵輪的話 還要看看是不是最豪華的一隻 我們會看看我們家裡有多少名牌 有多少最新款式的電器、用具 我們的衣著、我們的鞋、我們的袋子、我們的衣服 究竟我們穿的是LV一定是飛拉雞毛 還是你覺得這些都是老土 我們是在看一些最近最多人追捧的潮牌 一種無止境的追求叫我們慢慢地 只是集中於我們擁有多少 而錯過了很多人生真正有意義的事情的關係 斷捨離是說怎樣去學 去向這些多餘的不是真正需要的事物 say no 拒絕被他們所捆綁 出現斷捨離 事先是因為人越來越發覺 我們的生命真是被很多的物質、財富、物欲去捆綁 我們在裡面去找我們的安全感 我們去找我們的人生定位 我們去找我們的滿足 就好像之前那幾個星期不斷地說 慢慢這些追求變成一份的壓力 變成一份的不安 變成一份的捆綁 阻礙我們去做一些真正有意義的事情 就好像我們跟大家說 其實你們有沒有想過 當我們去學 擺下這些對財富、對物質那些不必要的執著的時候 當我們看到我們不再需要 為這一切去感到緊張、感到不安的時間 去提醒我們 當我們看到 原來這一切 神一早已經有一個更加大的應許給我們 原來我們的安全感不在於我們的銀行的儲蓄 而是在於那位更加滿有榮耀 忠心將口似伯物給人的上帝 我們的滿足感不再需要是 今天我們自己擁有多少 而是來自那位神 擁有神自己 祂給住一份的應許 祂忠心的伯仁 要將更加大的榮耀和賞賜 賜過給我們 當我們看到原來地上這一切的物質財富 都不可以成為我們生命中的障礙的時候 當我們可以安心試試學習放下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覺原來我們更加可以 將我們的生命投資在一些真正有意義的事情上 大家有沒有留意過海綿這件事 我覺得海綿是很有趣的 就是很多時候當它乾的時候 它是需要你放在一些水裡面 它是會不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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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吸水 當我們還未學會放下之前 我們的狀態就像一塊海綿 我們經常覺得自己不夠 經常要繼續吸 吸到一綱耳正為之 吸到我自己認為足夠為之 吸到我認為滿為之 於是我們周圍的環境就像那個海綿一樣 旁邊是乾的 而人比一塊海綿更加厲害 就是當我們的慾望得不到節制的時候 我們可以無止境地 不斷地覺得自己不夠 不斷地想擁有多些 不斷地想吸多些 我們想我們銀行儲蓄的數額大些 我們想我們的房子大些 我們想我們的車漂亮些 我們想我們的三副鞋物多些、新式些 人就是這樣可以繼續去吸、繼續去拿 而斷寫來是想我們去明白一件事 就是當我們看到這一切 原來神自有自己的預備 原來我們所需要的 是比我們所想要的來得簡單的時候 我們會發覺一件事 就是原來我們已經有餘 原來我們已經有空間 當我們學習我們可以放下的時候 我們就多了一份的自由、一份的空間 我們可以去施雨、可以去比出去 就好像一塊海綿 當它吸滿水之後 你就會發覺它可以將它的水分 去滋潤周圍的大地 放下對物質的和財富的執著 我們正在製造一份慷慨施雨的空間 人放下對物質、財富所帶來的安全感、滿足感的執著 其實我們就可以慷慨地給出去 這種自由是需要我們先做一個刻意的改變 因為我們這個世界長時間就是把我們浸在那種海綿的文化裡 就是我們心裡還有一份的不安告訴我們 你不夠 你要多點就拿多點 你就去拿多點 你去每個地方 你就去找多點、接收多點 而不須要想 你可以給出什麼 這個世界是這樣教我們的 而這種想法甚至滲透進去我們的教會裡面 是的 正常人一開始選擇教會 當然會考慮很多東西 很多實際的條件 如果我家裡有小孩的 我當然想那間教會有沒有一個很好的兒童主日學 如果那裡是我開車的 我當然要想那裡有沒有車位 如果不是的 交通究竟方不方便 地點究竟適不適中 究竟那個敬拜可不可以帶動氣氛 講到有沒有給我餵養的感覺 究竟那裡我有沒有認識到一些 和我合理的朋友 但是很多時候 有些人就是這樣過了五年、十年 去到那一刻有人問他 其實你會不會決定繼續去投入在一間教會裡面呢 有時仍然在考慮這些實際的考慮 有一種感覺就是仍然處身於一個海綿的狀態 就是不斷地我要去吸 但有時候我又會反問 就是其實當人這樣的時候 是不是那間教會本身除了這些實際條件之外 已經沒有其他的東西吸引呢 是不是在這裡生命沒有得到改變呢 我們見不到生命被成長呢 還是在這間教會除了例行的聚會之外 那個人見不到自己為什麼要回來呢 又或者大家太過執著於在教會裡面得到些什麼 而沒有空間去付出 於是經歷不了改變呢 有時候想心一層 又真的很多時候會是這樣 有時候我們自己作為教會的一個群體 都是處於這種海綿吸水的狀態裡面 我們不斷地想被滿足 我們不斷地想擁有更多更大 更大的地方 更好的設備 更多的program 教會越起不如越大 但是一說到怎樣去施語付出呢 我們想不到 難怪有時候外面的人會說教會離地 因為對他們來說 我們真的有一點點不著邊際 不切實際 但是看回早期的教會 你會發現其實早期的教會不是這樣 早期的教會是很吸引 施途行轉告訴我們 施途的每一次講到 他都可以吸引數千人去信主 早期的教會的生活 總是叫人好奇 總是叫人嚮往 就在施途行轉第二章42-47節 路加去記述早期教會的生活是怎樣的呢 他說 他們恒心遵守施途的教訓 彼此相通 抹餅和祈禱 使徒行了許多歧視神職 眾人就都懼怕 所有信的人都在一起 繁物公用 並且變賣產業和財物 按照各人的需要分給他們 人一開始因為使徒的講道 他們信了耶穌 他們可能就是帶著很多不同的期望 來到教會 可能他們心裡有一些有關生命的問題 他們想得到答案 可能有一些的需要 他們需要被填滿 有些是想來看多些 更加多信仰 究竟是一回什麼事 而他們來到教會 他們就是看到這些東西 有一點像今天的教會 就是他們都看到信徒大家 彼此相通 有個好好的團契生活 大家一起領聖餐 有討告的時間 而且他們學完之後 他們還會恒心地遵守 走出來試圖的教訓 聖經說早期的教會 因為對神的這份認真 他們是怎樣的呢 他們是滿有能力 有很多的神職歧視 在那裡去發生 叫人見到懼怕 不是害怕了他們 而是叫人見到的時候 他們可以理解到 原來這個神是真實的 原來教會是這樣的 他們覺得驚歎 他們覺得尊重 但除了一份屬靈上面 那份的特質 那份的能力之外 他們還有一個向外的導向 他們不僅是內在說 我們在這裡認真地去學習聖經 去做好功夫跟隨神就行了 而在行動上面 他們亦都認真地忠心地去配合 司徒行轉第二章有44節 這樣說 所有信的人都在一起 繁物公用 如果只是看經文 我們很容易有一種的想法 我們不以為覺得 他們是不是住在一起呢 大家住在教會裡面 大家去共用所有的東西 沒有屬於自己的物業 沒有屬於自己的財富 但如果我們認真地去再看多一些 去研究當時的歷史和原文 我們會發覺 其實根本不是這樣的事 Yes, we 英文的譯本 這樣譯 他將這一句這樣說 他説 And all who believe were together and have all things in common 講的是 這些信徒 大家一起是 那個意思是 大家有一個很深厚的關係 而這些很深厚的關係 是來自同一個的心智 同一個的目標 而因為這些信仰 他們去到一個位置 對於物質 對於財富的看法 出現了一個很大的改變 物質和財富 不再成為他們唯一生命裡面的追求 不再是他們的執著 於是他們可以怎樣呢 他們可以變賣產業和財物 按各人的需要分給他們 路加索說 他們說那些人來到會變賣 他們自己的產業和財富 不是說 有一點令人害怕 你一信耶穌就要把你所有的東西賣光 賣屋、賣田、賣地 還要把自己的財富 全部儲蓄都不要了 接著按照各人的需要分給別人 那真是很害怕的 是吧 這裡不是這麼說的 其實他在說什麼呢 他在說當時的信徒 他們可以放下對於錢財 對於物質那一份的執著 當他們信了耶穌 當他們跟隨耶穌 他們不再需要為衣食財富而生活 他們不只是一味想得到更多 他們所擁有這麼多 他們不再是那一塊吸水的海綿 他們明白一件事 就是他們今天所擁有的這一切 其實都是神的恩典 是神的託福 他們真是認真地去嘗試 耶穌的教導就是實踐出來 試想一下 他們明白一件事 他們的安全感 不再需要建立在 他們有多少的財富、銀行、戶口 究竟有多少錢身上 他們的安全感 開始轉移去神的身上 他們的滿足不再在於 他今天有多少的田地 有多少家屋 有多少 那時候沒有車 不過想像是車 而是在神的國身上 他今天明白 他的資源是神的託福 是理應用在神的國身上 他們是神所差派來的管家 於是怎樣呢 結論就是 每當有人有需要的時候 當他們明白 他們就會甘心樂意地 慷慨地 去將部份的產業賣出來 給這些錢財幫那些有需要的人 所以你看到英文很有趣的 就是英文看到一件事是 他的時間 究竟發生在什麼狀態之下 於是英文聖經可以根據原文譯出來 就將那個變賣變成一個進行式 Selling And they were selling their possession and belonging and distributing to proceed to all as any had need 說的是他們不是一次過賣出來 他們不是一信主就賣出來 OK 那我搞定了 以後我們就有一個阿公的戶口 我們在那裡拿錢 不是的 他們是持續性地 就好像成為一個習慣 他們有個人的財產 他們有個人的產業 但是這些不是他的執著 這些不是他的安全感的來源 這些不是他身份的認定 於是每次他見到有人有需要 他們就可以很肯定地 將自己的一個部份的財產賣出來 去幫那些有需要的人 直至那個需要被滿足為止 這個是一份慷慨的私語 因為早期教會的信徒 他們不只是偶爾一次這樣做一件好事就行 有時候想回我們現在 有時候真的是這樣的 有時候我是怎樣 看到新聞 哪個地方有天災 哪個地方有需要 好吧 今天我心情好 捐些錢 OK 那搞定了 他們不是這樣的 他們是持續性地 就好像是 這個是他們日常生活習慣的一個部份 總之有人有需要來到 他們就自然地去幫助他 他們讓我們看到的是 慷慨私語 不是depends 不是始於我們的心情而定 不是說我們的心情 我們的感覺去做主導 不是覺得我今天喜歡給多少 我給多少安樂 那我就給多少 那些頂窿我叫做施捨 施語是按照各人的需要 是以他人去為主導 是我們看到對方的需要在哪裡 我就按照他的需要 我去給他 這個是早期教會 早期教會 早期教會被我們看到的是 他們不是只懂得想自己 為自己的滿足去爭取 而是他們相反 是習慣性地為他人去著想 為他人去付出 那些慷慨私語 就好像寫在他們的基因裡面一樣 他們自動地就會去這樣做 這個是他們的習慣 這一個是他們的習慣 並且紀念主耶穌的話 施比壽更有福 可以想像的是 早期教會裡面其實什麼人都有 有些人很有錢 有地位 但當中也有孤兒寡婦 這些信主的人初期來到的時候 有一些是帶著不同的需要 不同的經濟困難 而信主那一刻其實很多的問題 仍然存在 作為教會的角色應該是怎樣呢 保羅說 輔助軟弱的人 而且不是只是 我很舒服地輔助軟弱的人 他說你們照樣要新勞 原來輔助的人是會新勞的 有沒有想過就是你幫人幫到 你出力到一個地步 你會覺得自己在流汗 你會覺得新勞的 這個是保羅當日對信徒的教訓 而耶穌的應許是什麼呢 施比壽更為有福 當你以為你幫人 是在祝福人嗎 其實原來當你出力去幫人的時候 你得到的祝福是更加大 當你忠心於神的託父 你將祂給你的恩賜 給你的所有擺在神的功裡面 就好像上個禮拜 Pastor Gabriel他怎麼說呢 他說當主人再回來的時候 對忠心的託人有些比五座城 有些比十座城 有沒有想過 保羅這裡說 不是地上的城 而是天國的永恆的城 施比壽更有福是 當你今天願意去出力去幫助人 去慷慨施語的時候 在天國給你那份的獎賞 將會比你想像中更加大 更加榮耀 是你想也沒有想過的 但是你說很遠而已 OK 那麼不要說那麼遠好不好 你們有沒有試過想起 自己上一次幫人的時候 那種的感覺呢 可能就是幫人 是一件很小的事 你那天的感覺是怎樣的 試想一下 可能那天早上起床 你本來在想那一天 是一個很普通的日子 人家上班 人家上學 忙買菜 各樣東西 約了朋友去喝茶 誰知道你開車的車 看到路邊有一輛車死火 你望一望錶 看到自己有些時間 你將車駛過去 停下來 問一下人有什麼事 哦 原來他要人幫他踏車 你拿一條電線出來 駁好你的車 駁好他的車 他踏火 你按按鈕 咦 他的車又開了 於是他講一句多謝 跟你聊幾句 他開車走 你開車走 但是有沒有想過那一天 你的心突然之間好像有一份暖流 就是覺得那好像不是再一個普通的日子 平凡的日子 那一天好像多了一份特別的意義 有一份的溫暖 好像有一些很好的事曾經發生了 施比授更為有福 唯有你真的試過這樣幫人 這樣施語 你才會明白那種既難以形容 但是又叫人非常之滿足 那一份的開心是怎樣 當然有這份的福氣 而耶穌說你不要只看這些不止這些 還有啊 在永恆裏面 在天國裏面 神要大大地祝福你 給更加多的祝福福氣和賞賜你 有沒有想過啊 當時的教會裏面就好像每一個人 都是這樣實踐著這個教導 他們樂意走出來 因為對世界上來說 這是一個很陌生的情況 當年的世界是怎樣呢 望著軟弱的人 裡面有孤兒寡婦 有貧困的 當時的世界 要不就漠視他們 看到當看不到 要不就歧視他們 這些人最好不要走過來 要不就欺凌他們 而早期教會在世界上展現的 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圖畫 他們不單止沒有漠視 沒有歧視 沒有欺凌 他們反過來 他們保護他們幫助 而這些不是一個人兩個人做 而是整個群體 所有的信徒 一起一致地這樣做 試想一下 那個影響力可以多大呢 就是當一個人 今天開始幫一個有需要的人 日後這個有需要的人 又會照樣地這樣去變賣自己的產業 變賣自己的財產 去幫下一個人 於是受助者變成助人者 跟著整個的影響力倍數地增大 有沒有想過呢 在電影和小說《孤星女》裡面 這個故事裡面有一個主角 她的主角叫Sean Sean原本他生活很困難 而在那種很多的困難 很多需要壓迫的底下 他犯了事 他偷竊 他成為了一個小偷 他坐牢 他成為了一個色囚 當時那個年代 對於色囚是充滿了歧視 有一次他走投無路 他走進他的教堂裡面 去避雨 去過夜 裡面有很多的銀器 他想 哇 如果我拿了一點 我的生活就可以得到解決 他偷了那些的銀器 神父發現了 警官發現了 警官要拘捕人 拘捕了他來 是擺在神父面前要對責 這一刻 神父想 我想幫這個人 他跟警官說 你知道嗎 其實那些是我送給他的一份禮物 這一份的經歷 對於Sean來說 他是大大地 徹底地被感動 被改變 這個小偷 很多年之後 成為一個專門幫助 群共人的一個負相 一次的幫助 可能看上去那一刻 我們不太肯定有什麼長遠的意義 又或者我們的心裡的感覺 其實很小事而已 沒有什麼特別 但有沒有想過竟然可以叫一個 原本對生命已經完全絕望 對人的美善已經完全絕望的人 生命大大地得到改變 被扭轉 而且甚至推動他日後 幫助更加多的人 為更加多生活在窮困裡面的人 帶來希望 想像一下 這個不是一個小說的情節 而是在早期教會裡面 發生的一個又一個的故事 不難想像的是 一個這樣的群體自然會吸引很多的人 每當人有困難 感到絕望 需要被幫助 他們就會知道有一個地方 叫做教會 他們可以去 他們在那裡可以有安全 有幫助 有盼望 他們所面對的困難 在神裡面 在一個神同在的教會 不再是一個的絕路 在神的當中 在神的群體的當中 他可以找到盼望 可以找到出路 一個這樣的群體 既叫人驚訝 亦都非常之吸引 於是聖經告訴我們 這些的教會得到全民的喜愛 當外面的人 見到信徒的行為的時候 見到他們那種無私的慷慨 見到他們跟世界那種 完全不同的態度的時候 全民 是全民 所有人 無論他是基督徒 他不是基督徒 他見到教會 他們都會喜愛 都會覺得被吸引 早期教會的吸引 不僅是屬靈的因素 還有這一份慷慨施语的精神 在當中生命有盼望 困惑 困局有出路 軟弱可以變堅強 對於早期教會來說 這些不是口號的 弟兄姊妹 這些是當他們真真正正 在耶穌而來 得到一份新生命的時候 當他們實踐他們的信仰的時候 當他們可以斷捨來 放下他們對財富 對物質那一份不必要的執著的時候 他們重新得到一份自由 他們可以慷慨 可以施語的時候 他們重新將自己的目光的滿足 移向天國 移向神的時候 當他們緊張跟主人那一份關係的時候 當他們緊張主人所緊張的東西的時候 當他們緊張那些軟弱的人 那些孤兒寡婦 那些有病的人 那些窮困的人的時候 這一份的慷慨 叫神那些的應許 在當中可以被人見到 可以被人經歷到 視掌 如果今天的教會 如果我們這裡 每一個 每一個 我們這個群體 或者不用 所有人 保守一點 一半 一半好不好 都可以像早期教會這樣做 你猜我們會發揮一個怎樣的感染力 我們可以有多麼吸引 我們可以改變幾個生命 改變整個社區 甚至我 我大膽一點去想 有一天我們甚至可以改變整個文化 我記得幾年前 我一個同學 他叫我們一群人 去溫哥華一間的教會幫忙 我當時也不知道幫什麼 總之傻下傻下 我就跟了他 後來我才知道 原來那間的教會 每星期 他會定期開放給一些無家可歸者 他們一個蔓延 他們會開放自己的教會 給所有有需要來到的人 去有一個很好的晚餐 讓我感動的是 他們不是一直以來的 在當中我幫忙 我就發現 他們是要 比上最好的 這一群有需要的人 於是他整個餐單是怎樣的呢 他有頭盤 有煮菜 還有甜品 我再有空看看外面 放在座位置 好像一間餐廳一樣 然後還會有人 當他們好像那些賓客食客一樣 還有來帶位 那一群有好的敬拜 那一群有很好的音樂 他們不是在撕捨 他們在撕語 他們慘慨地 撕語給這一群有需要的人 他們將最好的交上 他們是要滿足這一群有需要的人 不僅僅是身體的需要 更加在心靈上那一份的需要 那一天我在忙著做一下東西 洗一下東西 然後聊天 旁邊有一個義工聊聊天 我才發覺 原來他以前是食客 原來他之前 就是在外面一起吃飯的那群無家可歸者 但是今天他告訴我 他因為這些聚會 他的生命被改變 而這一刻他重拾於對生命的盼望 重拾自己的尊嚴 今天他可以站在這裡和我們一起去幫忙 慷慨地施予自己的物資時間能力勞力 原來可以這樣去改變一個人的生命 我沒有想過 你想一下是些什麼 煮一下小飯而已 招呼客人吃飯而已 原來可以帶來一個這樣的改變 所以當我們去學擺下我們對生命 對物質、對財富的執著的時候 其實我們不斷地製造空間 去給自己有一份慷慨和私語的自由 擺下對物質、對財富所帶來的安全感 滿足感的執著 不僅僅是因為擺下而擺下 而是當中其實你給自己釋放 你給自己有這樣的能力 有這樣的空間去施予 試想像 如果我們成為這樣的一個群體 當我們的群體 當我們的這個教會 可以讓人去見到愛、見到盼望 當我們可以在這裡製造一個空間 去提供幫助 叫軟弱的人可以變得堅強 絕望的人可以再一次有盼望 會是怎樣 今天我們住在這個地方叫列治民 列治民是一個很中產的地方 我們的生活相當安定 也比較上腐足 我們可能沒有認真地想過 我們有什麼需要 我們要給別人 或者我們有什麼可以給別人 但是其實 有沒有想過 就是從這一刻開始 你開始去想 神可能已經給了很多的東西給你 給了很多的祝福你 是足夠有餘 叫你其實可以慷慨私語 有沒有想過 你可以怎樣私語 或者就這樣想 很難的 因為這樣是叫我們跳出我們的習慣 去憑空去想像 而有很多時候 當我們就這樣想的時候 我知道是很正常地 我們會擔心的 擔心我們沒有東西可以給別人 擔心我們承諾了 答應了的做不到 擔心我們做完之後 自己會不夠 但不如這樣吧 我們來個小小的測試 就是 不要再憑空想像 因為你越想 你只會越擔心 不如今天 你就和你的家人 大家坐在一起 去聊一下 帶著一份討告的心 去聊一下 去看看 其實神在如何祝福你們 給了你什麼 給了什麼才能 給了什麼恩賜 給了什麼物質 給了什麼財富 讓我們在當中 我們可以怎樣一起 去嘗試走一小步 去嘗試怎樣去施語 其實當你很多時候 你這樣開始想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原來你可以施語的 比你想像的多 就好像 美貴有一個故事 真人真事 有個小女兒 七八歲 她有一天 開始為無家可歸者提供食物 後來她學了耕田 把耕田出來的植物 去送給那些無家可歸者 到最後 好像她還要建一些避雨亭 給那些無家可歸者 而你知不知道 剛開始她是怎麼想的 她只想 見到一個無家可歸者 我想給她一些食物 一個很小的念頭 一個很小的第一步 很多時候 你會發覺到最後 原來你做到的是更多 你會發覺 你可以施語的 比你想像的更多 你知不知道 其實神今天 在祝福我們這個群體 她給了很多不同的能力 我們這個群體 我們這個群體 有不少是專業人士 有不少是年輕力壯 有不少其實生活都安定 都在一個附足的環境下 我們有沒有想過 其實作為一個群體 我們可以怎樣實際地 去學習慷慨私語呢 如果我們要這樣想 或者我們需要比較 有一個準確一點的動作 我們一起去數算 神給我們 其實已經有多豐富 給了多少的恩賜 和財幹我們 因為有時候你不寫下 你很多時候發覺 轉眼睛 在你的腦子一浮現 就忘記了 這個現況 經常都在我的身上出現 一浮現 忘記了 所以我現在學得 原來要寫下 因為很多時候 當你這樣的時候 你就會以為自己沒有 你會覺得 我沒有東西可以給別人 你會覺得 我沒有什麼可以施語出來 但我很相信 其實我們群體裡面一定有 一定有 不如今天我們就來統計一下 讓我們知道 其實神有多祝福 我們這個群體 這個教會 請下一個鏡頭 請下一個鏡頭 所以你們會看到 你們的位置上有一張這樣的文卷 這張文卷是做什麼的呢 這張文卷實質是問一個問題 在我們心裡我有的一個問題 就是 其實神是怎樣 恩待我們這個群體 叫我們可以慷慨地施語 不單止給我們的弟兄姊妹 甚至是我們的社區 所以這張文卷實質是想看 其實神已經怎樣給了恩賜 你們每一個人去託館 叫我們今天可以一起去想 一起開始那個引擎 去想 其實我們有什麼 可以給我們的周遭的環境 可能需要大家一些時間 很短的 去填上這一份的問卷 如果你發覺我手上沒有筆 那怎麼辦呢 可以問我們兩邊的私事 他們有一些筆可以借給你們 你會發覺裡面 其實不是很難的 就是一些很簡單的資料 告訴我們 其實你現在正在做什麼 你懂什麼語言 你有什麼技能 大家填完之後 我們一會兒會在奉獻的時候 大家填好 去放回奉獻通道 但是記得 填的時候你也問神 問神一句 你想我怎樣 去幫助我身邊那些軟弱困苦的人 你想我怎樣去幫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帶著一份奉獻的心 去填這一份的問卷 這個是我們今天對神的一個認定 就是我們認定神 已經給了很多很多的恩賜我們 而這一刻 我願意為神的緣故 為天國的緣故 我擺上 就是在祂的國裏面 甘心樂意地 真是談到我的一切 我願意為神的縣負 通話意地